各位好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新人 社会主义的工作者 往往是一群有崇高理想 而又不满于现状的人 马克思他看见当时英国的资本家 一面压榨劳工 一面捐钱给教会 让他对宗教产生了恶感 他视宗教为资产主义 资产阶级 对劳工的剥削的工具 列宁出生在虔诚的 俄国东正教的家庭 他父亲在他16岁的时候中风而死 这就让他远离神 反而在马克思的学说中 他找到改变社会的出路 他们在反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同时 也反对任何的宗教 一个社会改革者对于现状的不满 往往迁入于神 因为他们有两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 不相信人有灵魂 还有属灵的世界 只有现今的物质世界 所以今生是唯一的机会 社会的改造就变成当即之物 第二 他们不相信有一位赏善惩恶的神 他们认为人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来争取多数人的福利 所以他们相信良心是相对的 受制于环境的影响 理想的社会主义者 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制度 能够产生优良的人格 这种人格是维系改造社会的唯一力量 但怎么样产生这种新人 却是众云纷纷 说法不一 有人提倡整体性的认同 当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 去从事生产 就会在不断创造性的成果中 得到满足 中国人民公社就是从这点出发 也有人提倡发挥人性的善良 愿意自发性的平均分配 达到社会的均衡 托洛兹基他的第四国籍 就是这种主张 还有一种认为社会的眼镜 需要两极化的张力 在不断的斗争中 社会才能够有进步 人性才得到进化 但是大家天天生活在一紧一松的压力中 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 今天共产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实行了多年 人的品格显然没有改变 也根本没有新人的出现 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样的腐败 可见得人建立的制度 根本没有办法造成新的人 但是圣经指出 人确实有良善的本性 但是也有罪恶的一面 良善是因为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作恶是因为人由自己自由的意志 来选择背叛神 在把神撇开的世界中 人必须在善与恶中间挣扎 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理想的社会 因此人必须要回到神面前 甘愿接受圣灵的改造 与复活的基督联合 在思想情感跟意志上 完全接受圣灵的引导 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 愿神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